西班牙近来饱受干旱蹂躏 就在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的前夕 马德里的布恩迪亚水库蓄水浪 仅剩22.82%几乎触底 让长期淹没在水下的村庄和浴室遗址重建天日 干旱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画面上可以看到一个个整齐排列的昔日浴室围墙 几乎完全露出水面 周围的水近乎干涸 西班牙今年迎来历史上第二个最热最干燥的春季 预计来临的夏天气温也将高于平均水平 目前这座水库的平均蓄水量为47.53% 比过去十年的平均值减少将近20% 尽管上个月中旬有下雨 让干旱稍微得到减缓 但依然没能让西班牙摆脱干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